大家以為遊戲裡面長得醜醜的獸人 都一定是壞蛋嗎 這可不一定喔 至少在獸人與人類這款遊戲裡面 獸人可是為了抵擋人類的侵略 才展開的復仇 這麼特別的遊戲內容 大家一定要試看看喔 在眾多中古奇幻風格的遊戲中 獸人永遠扮演著悲情的反派 被人類打好玩的 不過獸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一直被欺負也是會翻臉的 所以也來這款獸人與人類大開殺戒啦 在這款遊戲中玩家就能操縱獸人 對人類展開復仇攻擊 在遊戲中的人類反而是邪惡的侵略者 以殘忍的方式殘殺獸人 玩家能操縱兩位獸人進行戰鬥 矮小的獸人動作敏捷 能進行秘密暗殺 而高中的獸人力大無窮 則能進行直接的破壞 玩家要妥善發揮 兩個獸人不同的體型優勢 才能順利的完成任務 這款獸人與人類 能讓玩家以不同的角度 體驗獸人的暴力與破壞 很不一樣的體驗 值得玩家來嘗試喔